老爷爷呼吸困难面色扭曲 这正是鬼鸭床的表现 他痛苦地睁开双眼 看到那只鸭他的可爱鬼 老爷爷起来做早餐 可猫咪小玉却已经等不及了 趁爷爷不注意 对准一盘青菜就下了手 早餐很快做好 米饭 烤鱼 味增汤 还有小玉吃剩下的那半盘青菜 简简单单 但足以让任何一个 鸡肠碌碌的人心满意足 开饭前 老爷爷叙叙叨叨地跟小玉聊天 小玉也会端着小手静静地聆听 终于她等到了老爷爷 转身盛米饭 小玉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起身就奔着烤鱼垢上去 早饭过后 老爷爷像往常一样 给已故的妻子 泡上一杯他最爱喝的咖啡 然后续到着生活的琐事 这时小玉也会安静地 守在身边 有时小玉也会 带着老爷爷出去散步 微风不燥 阳光正好 而老人已不再年少 但是他喜欢年轻人 身上的那股活力 走一圈下来 仿佛自己也跟着年轻了几岁 不知不觉 他们就走到了港口 这时候小玉就会得到一些新鲜的小玉 这也是她出来散步的动力 今天的小岛和往常不一样 有一家新店正在装修 预计不久后开业 这个小岛已经好久没有新鲜的事物了 人们都在猜测这家店是干什么的 小玉有些无聊 转身就忙自己的事去了 她回到伙伴中间 谈起了心爱的那位猫姑娘 终于在伙伴的鼓励下 她鼓起勇气要去表白 她先是去了趟寺庙祈祷一切顺利 然后找到了花小猫 刚要表白 结果就吃了对方一个白眼 小玉心灰意冷 再次回到伙伴中间 想要商讨对策再次出手 而就在这时 老爷爷竟然找到了他们的秘密基地 小玉撒鸭子就跑 结果没跑多远 就被一个陌生女人拦住 小玉心想 哪来这么漂亮的小姐姐啊 这手法撸得还挺舒服嘛 从那以后 小玉每天都跟在花小猫后面 她明明是只猫 却偏偏干着舔狗的事 而舔狗是不配遭猫待见的 小玉伤心至极 就连大吉也看出了她的难过 于是就准备给她做点好吃的 猫能喜欢吃什么 当然是鱼了 大吉对着一条鲤鱼胡乱挥刀 虽然这盘鲤鱼刺身没有妻子做的好吃 但是对于小玉来说 能吃就行 吃完她就和老爷爷睡了午觉 此时 小岛上的那家新店终于开业了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那家居然是咖啡店 所有人都很诧异 在一个只有老人和猫的小岛上 开一家咖啡店 这女人到底要干什么 她邀请老人们进去做作 但他们都觉得那是年轻人的场所 他们进去不合适 但是架不住老板娘热情 老人们喝着美食吃着冰激凌 仿佛也年轻了几岁 这时店里走进来一个医生 她是这里仅有的年轻人 当她看到老板娘的第一眼 就愣在了原地 老人们看着这对羞涩的年轻人 全都忍不住笑了 第二天老板娘有意在医生面前表现 就给这帮顾客做了一道硬菜 新鲜的钓鱼清理干净 去掉鱼头 盐脊被取出鱼肉 最后顺着纹理切成厚厚的薄片 仔细摆盘 一道鲜美甘甜的钓鱼刺身就做好了 虽然刺身很美味 但老爷爷还是喜欢妻子做的豌豆饭 因为那里面有回忆的味道 一猫两人三餐四季 这样的日子随着妻子的亡顾一去不复乏 老爷爷四处翻找妻子留下的菜股 可是年龄大了 早就不记得放满了 最后一旁的小鱼看不下去 一下窜上了柜子 精准地推下一个盒子 而里面装的正是那本食谱 小玉看着笨手笨脚的主人 心里有些发慌 老爷爷先将大米洗净 加入适量的盐水 然后倒进田豌豆 中火煮开 小火焖熟 就是这碗简单至极的豌豆饭 让老爷爷每一口都能吃到和老奶奶的美好回忆 这碗豌豆饭很成功 所以老爷爷爷想解锁更多菜系 也想寻找和妻子的更多回忆 但尴尬的是 菜谱只有四页 转眼来到了夏季 菜谱添加了不少心菜 恰好今天儿子回家 老爷爷一时寄养 便主动站出来做饭 老爷爷娴熟的手法让儿子目瞪口呆 咬上一口豆腐寿司 杏和妈妈做得一模一样 看着满脸嫌弃的小玉 俩人都想起了妈妈 因为小玉就是被妈妈捡回来的 儿子劝老爷爷搬去和自己生活 可老爷爷不想离开这里 因为这里有家 有小玉 转眼来到了秋天 镇里有个盛装舞会 老爷爷和小玉也没有闲着 小玉去找花小猫玩 而老爷爷也和心仪的老奶奶跳起了舞 但是人到晚年 离别取代了长相厮守 没过几天 那个慈祥的老奶奶就走了 大家劝老爷爷收养老奶奶留下的花小猫 正好给小玉做个伴 但是她拒绝了 因为她也怕哪天自己也走了 还要让这个弱小的精灵再一次经历离别 老爷爷收得他们十分理解 所以大家就一起饲养起了花小猫 然而大家都没有想到 老爷爷的这番话竟会一语成衬 这天她被小玉叫醒馋屎 突然胸口传来一阵脚痛 老爷爷心脏病突发 她没有去拿塑效就心完 而是看了一眼自己的猫咪 现在她只想把房门打开 因为她养了六年的猫咪不会开门 她不想自己死后 猫咪也会跟着饿死在家里 现在她拼尽全力 也要给小玉留下一线生机 但对于现在的她来说 这实在是太难了 索性老板娘过来串门 老爷爷这才放心的晕倒 进医院检查 老爷爷并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年纪大了 身体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疾病 几天后 老爷爷出院 可回到家后 却找不到小玉的身影 她去小玉的秘密基地 还是无功而返 就在这时 她在墙头看到了小玉 可在一眨眼 又消失不见 原来只是老爷爷眼花了 不知不觉过去了三天 小玉还是没有找到 朋友们都说 老猫临终前 默默地死去 老爷爷又何尝不知道 只是一直不敢相信而已 她紧紧地抱着小玉的女朋友 祈祷小玉一切安好 这天 她又找到了神念 她落寞地回到家中 刚打开灯就愣在原地 因为门口摆放着一条鲫鱼 她兴奋地跑进屋子四处寻找 终于 她看到不远处 有一条奇怪的堂子 打开一看 小玉果然在里面 老爷爷瞬间泪流满面 因为她知道 小玉是看自己的身体不好 才偷偷跑出去 偷了条鲫鱼 给自己补身子 她紧紧地抱着小玉 再也不愿分开 接下来 老爷爷每天都会在 小玉的重压下醒来 也不知道她的心脏病 和这有没有关系 一人一猫 一生一世 闲闲的海风 和煦的阳光 这里的一切都让老爷爷 十分满足 儿子再次劝她搬过来 和自己一起住 但老爷爷舍不得 这里的一切 舍不得小玉 舍不得老友 更舍不得妻子 生活过的痕迹